再多的管理都理解为创造效益 是对的 提高利润是对的 实现组织的目的也是对的 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是结果 我们更多的是享有过程 然后再实现结果 包括我们谈管理的定义 用有限的资源 把资源高销的配置 从而创造物贤的效益 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 怎么把管理的过程做好 然后就有刚才那个结果 其实我以前聊过 就是通过你对管理的认识和理解 然后激发你这个团队的潜力 怎么激发他的潜力呢 就说白了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 还有一个呢 你别压榨他 让他自己主动去工作 就是让他自己定目标 说白了让他自己给自己做 这样的话就慢慢的激发他的潜力 你别限制他 你别什么事都请示 就给他一定的自主权 最好目标也他自己定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包括我们养孩子 其实也一样的事 我们养孩子 你不能什么都替他干 你不能什么都限制他 什么都给你请示 这也不可以 对吧 如果他过程做好 你就不要监督他的过程 如果过程做不好 你陪他练一把 这样的话激发每一个人的潜力 还有一个呢 你把规则做好 然后确保这个组织是公平的 这样的话就让好人有好报 然后激发了每一个人的善意 然后管理的底层 一定要做好事 而不是坏事 我一会儿好好给大家聊 我们这个民族到现在最悲哀的就是 我们是非不分 我们好坏不分 这个是最难的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们先说这个定义 好吧 管理就是让更多的人 释放他的潜力 管理更多的 让每一个人变得善良 当然首先我们管理者要善良 管理是释放 而不是压榨 管理不是控制 管理是引导 当然这讲了有点空 好吧 我把这个讲完吧 这个对你们多少有点有点意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管理的幅度 管理的幅度 如果你们听过别人来讲 管理一般是管七个人 管多了就管不了了 这啥意思呢 就是传统的管理方法 就是他给你干 你需要你监督 管理多了 你们管不了 但问题呢 如果你把刚才我讲的两句话理解透了 你让每一个人给自己做 你只要定目标 然后万一做不成 你半道辅导一下 或者是你让更优秀的人辅导不优秀的人 这种情况下你一个人可以管一百个 好的话你甚至可以管到三百个 如果各位你们把我这句话听懂 你们单位哥们就不需要这么多当官的 你把当官的砍掉一半都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下才能实现组织的扁平化 组织的高效 你会发现你们大部分的人事成本 都放在当官的工资上 然后你会发现典型的科乘机 一级一级的全是当官的 结果没有干活的 当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当官是不创造任何价值 当官出了消耗财富 不创造一分钱财富 当官有了权利之后是万额之源 德罗克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才能做得更好呢 如果你让每一个人有股份 做股权激励 效果会更好 甚至质都不签 太三观的效果都不签质 可以理解为让做事的人 有自己能动性 是可以这么理解 有自己的能动性 大家一起制定目标 大家一起明确过程 然后大家有事一起商量 怎么做呢 越最核心的人 最好是让他有这家公司的股份 那样的话 他是公司的主人嘛 和你一样都是主人 大家都是平级的 谁也不需要听谁的 大家的所有人目标 都是为了组织创造效益 对吧 为了组织创造效益干什么 第一对员工负责 第二对客户负责 你想这俩鸟你摆弄好的话 你的股东还能没钱花吗 是吧 然后这个不就开始变得有意思了 人人都是主人 这是这个基本的一个逻辑 然后这个基础 我再给你们讲 这个和刚才那个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我们财富的来源 包括前一段我说过 我说民营企业创造财富 其他不创造财富 你们很多人说劳动不创造财富 你们到现在不知道 马克思胡扯淡 工人怎么会能创造财富呢 什么叫财富 剩余的叫财富 剩余价值叫财富 工人干多少拿多少拿回家来 没有剩余的 那个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家剥削的 那个剩余价值是老板的智慧创造的 资本家不剥削工人 就是老板不剥削工人 因为他真剥削他老板 他就可以再换 能听明白了吗 包括地主不剥削农民 剥削他他可以再换 他不是一个地主 他不是一个老板 这就是脑袋很早被污染 到现在改不过来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转回来 好吧 因为他不存在剥削吗 剥削你走了吗 上次我说过一次 如果你老认为老板剥削 你老板不是个东西 结果你还不离开 你还天天工作 还抱怨 还说老板剥削你 你还不离开 那是你有病 还是老板有病 对吧 你是个人 怎么有点哭泣吧 别人剥削你了 你还不走 你不有毛病吗 就很简单 不就是别人把你办了吗 别人把你办了 你走啊 因为两个人 他之前是商量的来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很多事 你把它给看明白 把这些看明白了 我想给你们说一个什么事呢 社会上的财富 是老板创造的 老板民营企业才叫老板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哪有企业家呢 国有企业没老板 国有企业是官员 我们第一波创造财富的人 是民营的老板 国有不创造财富 国有不但不创造财富 他还压榨民营的财富 你搞明白就好了 国有有本事 做的牙膏牙刷 国有做的做基础 你看油 电 水 气 只要是国有做的 都比美国都贵 这不是我说的 是曹大王说的 你会发现 他做干道理说 你这么热爱祖国 你再做的便宜点吧 结果你做还贵 这个中石油 还天天亏 高速公路还亏 我就死活想不明白 高速公路不就是树干 这拦路抢劫吗 你拦路抢劫 怎么还能亏呢 我死活就想不明白 你既然拦路抢劫 亏你就别拦路抢劫 不就行了吗 这样你也不亏了 我上高速也不花钱了 多好 这是我们民营创造财富 国有钱我就不说了 然后政府 我们的政府的交税 你看那是养 你会发现 他创造不了财富 我们民营交税干什么 交税是养政府 政府给我们服务 他政府给我们服务干什么呢 保证市场是公平竞争 别官商勾结 还有一个政府干什么呢 政府保障一部分社会福利 就是工人呢 就是我们养老啊 我们医疗啊 我们教育啊 我不知道注意了没有 我们交税除了养政府之外 政府还干保证市场公平之外 还干这个事 就是全民的养老医疗 再说白了啥意思呢 我们民营企业家创造财富 政府负责财富的第一次分配 各位能听懂什么意思了吗 政府是干什么呢 严格意义上就一个大事 它是负责财富分配的 就是做基础保障 养老医疗教育 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呢 就是我们企业用人 民营企业用人 它是杀贫寄负 就是把笨蛋干掉 留下来优秀的人 作为一个政府呢 你会发现 它必须让穷人有尊严 然后才维护他嘛 然后怎么办呢 就是让我们挣的钱交到税 然后每个人都活了点 比如养老免费 医疗免费 教育免费 然后大家都能拥护他 上次我专门聊过 聊过 我说这个现在存在的 是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农民 养老没有保障 医疗没有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和政府部门 和事业单位 你会发现 它分了好几级 那我就觉得 我们不是推翻了 三州大山了吗 我们不是人人平等了吗 怎么还分了好几级 对吧 我就死活想不明白 那我们在民营企业 工作一辈子 这个这个这个 给国家是贡献少吗 而凭什么 你官员退了休之后 这个一个月 比我多老多 凭什么你事业单位 比我多好多 对吧 不通常是人吗 我一再谈 刚才说那个政府 第二次财富分贝 它是平等 人人平等 然后政府保证 市场公平 啥意思呢 我刚才说政府 保证市场公平 他谈的是公平 市场一个公平规则 要有本事的人多赚钱 然后是杀富济贫 保证穷人 保证穷人 说讲究的是平等 那个我不知道 不知道毛老 就毛一生的子 毛一世 然后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要为这个 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 他的逻辑啥意思呢 就是一定要让 富人有安全感 然后这样的话 他会创造更多的机会 然后穷人会 慢慢地变得不穷 结果一个穷 出租车司机 他有一次他坐 背景一个出租车 这个司机认出他来 毛老很老了 那时候怎么这七十多了 司机把他救揍一顿 没让他坐 说毛老说 这个为富人说话 不给他穷人说话 然后我这次刚才讲了 谁创造财富 然后谁分配财富 然后我再给你们讲一个 我们看到的慈善组织 进行第二波财富的分配 就是慈善组织 做第二波财富的分配 所以你们要明白的话 有很多国家是大社会 我不知道各位 能不能听明白 谁创造财富 谁分配财富 谁第一波分配 谁第二波分配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逻辑 就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们要懂 这个基本常识 我们不懂 就很多事都是乱套 举一个例子 说这个平等和公平 平等呢 我更多的说是 自然属性的平等 就是比如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接受教育 我们上学 我们就医 就是自然属性的平等 就是作为个体的平等 公平呢 公平更多讲的是机会的平等 比如我们俩都同学 那你当一个工人 我当个老板 咱俩机会是一样的 但挣个钱是不一样多的 这就叫 那个公平就是多劳多得 平等相当于福利 人人有份 我不知道能不能听明白 比如我们就教育的平等 教育不平等 因为农村孩子接受的教育 和城里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不相信看看 上北大清华的农村孩子 是越来越少 包括你爹和我爹 那个养老和医疗的费用 是严重不平等 那是有问题 好吧 类似这些东西 你们只需要知道 那个相对很难 好吧 那个相对难一点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最最基本的就是理解 你们都要谈相对 我再给多说一点 我们这个民族到现在悲哀 近一千年来对世界文明 没有做过任何贡献 就是我们张嘴胡说一句话 什么都没有绝对的 怎么都行 什么事都要一分为二 我们中国文化核心理念 就是中庸 这叫扯淡 我们到现在搞不明白 背后什么事 就是稍微引发着大家思考 张嘴一种一句话堵上 没有绝对的 什么都没有绝对的 怎么都行 怎么都行 不就是油奶就是娘吗 你们好好反思反思 我们上高中上大学 那个所有的科学原理 不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我中国人干了有几个 世大发明你好好查下去 世大发明是那个那个 还是那个英国人 叫约瑟芬 还是约瑟谁呢 他是安慰为了安慰我们 忽悠我们来个世大发明 世大发明是科学原理 还是技术 那是为了安抚你的 忽悠你的 就是实在是没大早了 随便糊弄两个 自己还没数嘛 好吧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在哪呢 就是我们一旦想进步 我们首先来证实自己 就是你得知道你在哪 你起码得知道 自己是什么个东西 对吧 然后你得把现状得知道 然后我们再分析 为什么我不喜欢拿这个 中庸啊 阴阳啊 一分为二啊 没有绝对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问你们一句话 觉得真理是有绝对的 善恶是有绝对的 如果把我们这个搞不懂 各位我们是没有思考的 你们不是老问我 怎么才能思考 怎么才有才有逻辑 怎么才能看透事物的本质吗 各位这就是根 你必须像追求真理一样 追求它的唯一性 而不是一分为二 追求它唯一性 追求它的绝对性 这不是最简单的吗 我们老是用这个糊弄 我师父聊过人的世大 下面有几个字不说 就是我们天然有一种权利 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德国 德国的犯人 约欲是无罪的 因为你任何 你剥夺的是 他的人身自由 但是你不能剥夺他 追求幸福的权利 所以你会发现 他对人理解的什么程度 所以我认为 他这个是对的 因为你剥夺的是什么 我犯说过了 你剥夺的是我的自由 对吧 但是你没剥夺过 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约欲我跑出去追求幸福 怎么不可以呢 所以德国说 你这约欲是无罪的 为什么德国出这么多哲学家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永远都要做最终极的 什么是真理 真理是有伪移性的 但是德国人又做了个解释 很好玩 你德国他很严谨 要不是出这么多哲学家 就是你约欲可以 但是你穿那个衣服 是公共产品 公共财物 你要把那个衣服带出去 那相当于偷窃公共财物 那个是有罪的 因为好玩吧 当时我就想 我如果要是约欲的话 那就光屁股出来吧 其他的衣服都给他脱了 穿了小裤头出来 对吧 但是你不管怎么着 这个背后好玩 我然后再给你聊一个 应该是和那个奥巴马 警选总统的时候 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 叫麦凯恩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他那个做过那个 做过那个 在参加过越战 当过战俘 当过战俘 如果你们明白的话 美国是允许投降的 因为他的认为是 他认为任何时候 生命是第一位的 而且你看他们投降之后 回去之后不是坏人 回去之后是英雄 日本投降的时候 像美国签字的时候 麦卡瑟签字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 米尼茨上将 他是被日本俘虏了 签字的时候 他刚他刚放出来很瘦嘛 在旁边也签字了 你看他就尊重生命 就是当你的生命 受到威胁的时候 其他都不是最重要的 然后麦卡瑟签了个钢笔 然后他俩一块钱的字 他那个逻辑是对的 生命是第一位的呀 然后那个麦卡瑟签被抓出去了 抓出去了 那言行考大啊 言行考大 他就出卖米国的利益 我不知道各位能听明白了 出卖米国的利益 这个东西剩下的我就不说了 该明白的全明白 然后美国人说 误所备啊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就那样了 你其他的都不是你说的 我不知道各位能听明白 因为有些事我们有点说 明白吗 就是当你就那样了 其他的都有身不由己 和你没关系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他们那些地方 为什么出这么多科学家 哲学家 包括德国 我们要思考背后是有原因的呀 这就是要谈终极追问 人对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 第二什么是最重要的 是这个道理吧 当我们这个搞不明白的话 你会发现 谁是老大 谁胡说一通 谁是老大 谁胡说一通 然后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 你脑袋是光被口号了 光被标语了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在追求偉异性吗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无限接近于真理 追求真理 对吧 这是基本上 这是最最底层的东西 当我们对这个东西 都没有认知的时候 你说我们怎么办 我慢慢才知道 生命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以前跟你们聊过 我小时候不知道 因为我小时候的课本 都在教我 一定要做英雄 一定要保护 公有财产 然后我学了很多英雄 比如谁谁谁 为了抢救国家财产 括号2000块钱 他英勇的献出了生命 我们要向他学习 当时我就特尊重的帮英雄 就特想让他学习 回我头来 我突然发现 他没教我 我怎么活 光教我 我怎么死 只要是公有的财产 一块钱都是 比我的生命值钱 包括你们有 克拉玛尔的同学 你们一定会知道 20年前那场大火 那场大火烧死了三百多个孩子 那个老师说的是让领导先走 孩子给烧死了 你看看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是让老人和孩子走 我们是让领导先走 所以这就是我在谈 我如果我们连这个东西 你都不知道 你能干什么 而且我再问你一句话 是谁让他帮孩子 听老师的话的 是家长 再说白了就是 我们在座的这帮鸟人 让我们的孩子听老师的话 老师说让领导先走 然后我们的孩子死了 然后我告诉你是谁把我们孩子给弄死的 不就是一帮 不知道是非 不知道对错 什么都行 什么都没有绝对的 一帮扯淡的家长吗 一个日本的哲学家说过一句话 说得非常好 他说这个修马桶的就有上岗证 这个做父母的没上岗证 是他讲的最危险的事 我聊的是社会科学 然后我们再聊自然科学 他最底层都有一个最终极的追问 这个其实叫价值观 还不叫科学 还不叫世界观 只叫价值观 我不知道你们有 克拉玛依的同学没有 应该会给你们聊过 你说他跟那帮孩子 都是小学生 初中生 那帮熊孩子 如果这帮家长 多少有人明白一点 一出问题先跑 你要想那小孩 他个子挨 他跑得快 从领导那个腿底下 就能钻出去 关键是我们家长 谁训练过孩子 这个就聊到 你们该明白的 我顺便其实给你们聊了 管理 聊了财富的来源 谁创造财富 然后顺便聊了聊 我们不管做任何事 尽可能追求事物的 唯一性 因为那样的话 你形成终极追问 能让你去思考 当然你思考到一定程度 思考不动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说 这个事吧 误解 可能两个都对 我认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任务是往前追问 你不能什么 就不思考 怎么都行 这事就毁了 你也可以叫第一原理 好吧 就是事物的真理的唯一性 追求终极真理 这个是我们的 学会判定是非 学会思考 学会有逻辑 学会做个明白人的基础 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事 那活着第一 你可以这么理解 活着第一 什么叫活着 是精神还是物质 活着第一 马上就知道了 如果你要是活着了 什么是最重要的 是肉体还是精神 那我们又要去思考 当你把这些思考的时候 你突然会发现 我们这辈子活着 该要什么 那两类人就不一样了 有类人追求的是肉体 有类人追求的是精神 那什么样的人 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你们出过国 去过德国 欧洲 你会发现 包括去过美国 你们会发现 他们院子的一定种花 老大个院子一定种花 种草 你们会发现 我们一定是种菜 我们有院子 一定种菜 我们是没有院子 要创造院子 要种菜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这个现象 其实给我们带来思考 我们还都在肉欲层面上追求 他们在享受精神 这个虽然有点绝对 它值得我们思考 我刚开始也是不理解的 我慢慢就开始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 观念各方面习俗 各方面都有 但是不管怎么着 这种现象 只值得我们思考 因为所有的行为 后边代表我们的价值观 代表我们某种本能的追求